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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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常常覺得出門不方便 又怕造成別人的不方便 而不敢出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恐懼來自於想像 就像我說的 沒有試過你怎麼知道你不行 太好笑了吧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 那一組出門會遇到的十種狀況吧 不好意思 欸 差小啦 3 1 2 2 2 3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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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 擺擺 擺擺 幹 慢走 人行道就已經夠小了 常常有電線跟便電箱擋在中間 如果你這樣根本過不去啊 這一下不去啊 幹 慢 快 慢走 斜坡對人影族非常重要 一旦擋住了斜坡 我們就會被卡在上面 下不去 真的會氣死 一點都不屁 Baby 今天要吃什麼啊 吃火鍋好了 我們吃別的好不好 沒關係啊 那我們去吃泰式料理 那吃福盛提 不吃了 我們回家吧 Baby 不要生氣啦 我們吃好吃的桑肉 我們每次穿東西 不吃啊 只有樓梯可以到的店家 完全上不去 是不是要我站起來走啊 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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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爐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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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你所看到的 坡到斜到不合理 輪椅根本上不去 嚴重還會摔死 這怎麼走 賣啊 啊 地面凹凸不平有落差 輪椅超級難推 過不去一小時 一個不小心 一樣會摔死 這種防止七級車進入的欄杆 往往擋住的是更多輪椅組跟娃娃車啊 很無奈 我們很常遇到拿不到東西的狀況 也只能請人幫忙拿 給我下來 給我下車了 怎樣 你有身障症嗎 身障症 不是身障症 有症又怎樣 你車上有身障症嗎 沒有啊 對你歸屬的事啊 沒有身障症在車上 或不是本人 聽眾身障症位啊 為什麼很多地下停的場 有身障車尾卻沒有電梯呢 那輪椅組到底要怎麼出去呢 每次等電梯都等很久 哇 哇 滿著滿了 欸 滿著滿著 欸 滿著滿著 也 滿著滿著 光線滿滿 又滿了 又滿了 對 雙彌族需要的空間比較大 所以常常擠不進電梯 尤其在二樓搭電梯的話 可能永遠到不了一樓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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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要開始尿欸 我真的要開始尿欸 所以要開始尿欸 第二樓搭電梯 天咯 快會不要馬 Aman OK 以上就是 樓靈族出門會遇到的 十種狀況 其實我們遇到的狀況 往往不只影片中的這些 我希望大家能夠將心比心 常會聽到有人說,為什麼羅宇竹要走馬路 但如果可以的話,我們也不想走那危險的馬路 人行道除了有電線桿、便電箱之外 還有很多民眾貪圖意識方便所停的腳踏車、摩托車 不只擋住人行道,甚至有些還會擋住坡道 我們想過也過不了 大家看到羅宇竹的時候,可以優先禮讓電梯給他們 今天很可惜我沒有辦法走樓梯,到達我們想要到的樓層 很無奈,我們也不想等啊 我希望大家如果在二樓看到需要搭乘電梯的輪椅組 或是娃娃車可以禮讓給他們 因為你們從二樓走到一樓 也不過只是花一點力氣 但我們只能坐電梯 拜託大家發揮你的愛心 還有一點 我希望把身杖車位留給更需要的人 因為我們坐輪椅的人獨自開車出去 我沒有辦法停一般的車位 我們只能停身杖車位 因為他有比較大的空間 可以讓我們上下輪椅 還有 身杖朋友在上廁所的時候,往往會花 比一般人還要更長的時間 我希望大家看到 身杖車座顯示使用中的時候 可以耐心的等待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我們要準備前置作業 比一般人久 等待四種美德 如果你真的很急的話 你可以另尋另外的廁所 提醒大家 離開身杖廁所的時候 不必順手按下關 讓大門保持敞開就可以了 因為你如果按下關的話 你必須尋求工作人員或是其他人員的協助 才有辦法讓那個門再次敞開 我希望 不要只是為了因應法規 而設置這些東西 許多的地下停車場 設有身上車位 卻沒有設置電梯 試想一下 行動不便 沒有辦法走樓梯的朋友 是不是停了車位 就沒有辦法離開停車場呢 許多的斜坡也讓人匪夷所思 不是太歪斜 就是坡度太短 這樣輪椅族 推不上去 推上去了 又會摔下來 那到時候責任誰負嗎 那倒不如不要設置 還有 我希望 大家可以 共創 打造一個 更實質的無障礙環境 只能走樓梯的地方 是否就可以設置一個 升降平台 而台灣地面很不平准 東缺一塊 細缺一塊 尤其是騎樓 高低落差很大 推過去就像做雲霄飛車一樣 許多地方 會設置 防止汽機車進入的欄杆 但你想想 你阻擋了汽機車進入 但你是不是也阻擋了 園移組跟貓花車 這種情形 是不是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呢 希望不只是政府 還有社會的每一份子 可以更重視這些實際情況 讓我們共創一個更好的障礙環境 最重要的就是這次的影片 希望的朋友麻煩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小鈴鐺開起來也可以追蹤我的IG還有Facebook粉絲團 哪件事讓你最有同感 或是你有遇過更扯的事情 都歡迎下方留言 我們下次見囉